其實同性戀造成地球暖化還真的是有據可靠 我們女兒可以帶女兒?我們女兒可以帶女兒? 人也沒這麼有體力 天也沒這麼有家氣 這次已經幾歲了 還這麼爛 武則天女居南衛結果雍州長了座山 後來取而代之導致大唐滅亡 再以墨西穿男裝配件專寵往下 而且還操控環境讓不見地區長了一座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達拉Samuel 歡迎來到Samuel的歷史小教室 大家還記得穿龍袍的女帝劉娥那篇嗎? 狸貓犯太子的原型大監妃萬真兒 這是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對象 自古來老皇帝與年輕嫔妃的曠世情緣不深美舉 例如相差34歲的唐明皇寵姓楊貴妃 大家都視為理所當然百分之百的真愛 然而若是換了皇帝寵愛比自己年長 19歲的老公女 大家心裡肯定都覺得怪怪的 覺得說這個老公女 到底是給皇帝下了什麼迷魂湯 初始的賤壁能有什麼好的 一定是賤壁勾引 再加上萬真兒在史書上留下多條罪名 胖肥老醜 性格漢度 打胎天后 而且多部史書都稱她 冒雄生巨 淚男子 這若是在現代新聞肯定是社會版頭條 標題是 恐龍保母 攻引未成年少男 成功上位豪門貴婦 所以今天就來和大家探討歷史上的母子戀 萬真兒明憲宗之愛真的有這麼奸邪嗎 大家對於明朝應該都有個潛意識上的共識 那就是從前朝皇族以至後宮所有人 整個都超級drama 每天都過著比八點島還狗血的生活 明憲宗本名朱建生 他老爸就是那位大名鼎鼎被除非平殉葬的明英宗 因為出征北方遭敵軍俘虜 他弟弟被群臣永利上位 視為明代宗 太后為保皇位不出於旁之 立了英宗血脈 兩歲的朱建生為太子 隔年英宗回到北京 代宗並不想交回皇位 直接將哥哥明英宗與他的非平們軟禁 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 兩年後代宗坐穩皇位 廢了太子朱建生 另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 前朝打擊著要讓英宗復辟的政敵 後宮當然也是極盡的怠慢 仙朝遺霜 朱建生的父母被關在深宮裡 靠著織布勉強為生 當時才四五歲的非太子朱建生 可想而知沒有被餓死或暗殺 已經算是非常幸運了 他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親祖母的暗中庇護 周太后將萬貞兒指派來照顧他 要知道 直到朱建生附位為太子前的這幾年 從一個還不太會說話的強寶嬰兒 在萬人踐踏的後宮中 將他拉拔至青少年 是要躲避過多少的暗害 付出多少的血與淚 萬貞兒幾乎扛下了深深母親的所有辛勞 後來明英宗復辟 朱建生才與深母周貴妃重逢 而在附位為太子的這段期間 朱建生也與萬貞兒發展為 兼具母親與妻子的感情 後來朱建生登基為成化帝及明憲宗 首要任務當然就是立萬貞兒為皇后 但當時的周太后早已是萬貞兒為眼中丁 先是奪走兒子的完全信任 將他擺在第一順位 現在又要來和他搶後宮的權勢地位 太后心裡不斷OS 他媽的死妃婆是有多美 才少老娘的一歲 那個賤婢都可以當你媽了 史書記載母子倆的對話曰 彼有何美而成恩多 憲宗達到 成有善疾 非非撫摩不安 彼撫摩無安之 不再冒也 說出了萬貞兒至少在憲宗肚子痛時給他按摩 讓他在巨大壓力的成長環境下得以心安 而這種感情並不見立於外貌 而是在那份忠貞不渝不離不棄的陪伴 最後愛與先帝遺言只好娶了名門貴女吳氏為皇后 但不久便因為仗打萬貞兒 而慘遭廢處打入冷宮 另立了先帝原門屬意的王氏為皇后 登基後第二年 三十七歲的高齡產婦萬貞兒便誕下了皇長子 受封為歷史來的第一位皇貴妃 地位僅次於皇后 但十個月後皇長子就夭折了 可能與更年期有關係 萬貞兒的性情大變 在後宮本就經常見悅無禮的她 開始越發蠻橫 迫害後宮有孕嫔妃 也始終在十萬貴妃寵而渡 她非信上者皆至始商任 即任百祭始罪 她非誤敢盡 後來的名孝宗就是禮貓換太子的原型 喜母祭淑妃原本還是女官 被寵信後萬貞兒怕她有孕 便把她關進安樂堂等死 偷生下皇子後被太監藏起來悄悄養大 無廢後也偷偷捕育這個小皇子 好幾年後才與憲宗相任 開心的社公宴慶祝 但在宴席上 季工人剛飲下酒便暴死了 憲宗知道是萬貞兒下的手 但心中不忍則罰 只能悲痛地追封季工人為季淑妃 暗中將皇子養大的太監 眼看皇帝任由萬貴妃殺人 心中懼怕未來會成為被清算的對象 於是便吞金自殺了 這不過是萬貞兒毒害後宮的一小撮毛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讀 《聖朝同史十一記》 不過這本《野史》是兩百年後 明末清初的學者 年輕時在老宮人那聽來的宮中野文 年代久遠 其實萬貞兒在後朝鎖編的正史中 只有磚寵、劍月以及眷顧母家等罪重 萬貞兒一妻一母的角色又不加以润世 在前朝後宮中明里暗里得罪過不少人 他母家封官比起以往的寵妃根本就沒有特別高 而不遵循理智的僭月與奢華 也並不是他本就該得的位分 甚至出遊他身著男裝配件騎在皇帝前頭 也因為政治鬥爭而被說成什麼 扶妖異象為王國之兆 這不過是萬貞兒出於當年的慣性想保護憲宗 即使成為糟糠之妻 母愛的天性也不會消失好嗎? 而這也是憲宗中外子母基徒在上面提示的原因 男友魚魚自別群 草根土枯力能分 威超福子無昏咒 腹體乎兒半日勳 養舊臨毛平隱拙 衛房除智總功勳 披圖見耳平勘憲 德氣此屋與世文 執政制就是一灘髒水 萬貞兒在野史中他的死亡被說成是肥胖的身軀 在蛇打公女時 因為怒疾喉嚨卡彈喘不過氣而窒息死亡 憲宗在童年一傷心過度而患病死去 直接壓了個憲宗 為寵妃棄成名於不過而長眠的罪名 更誇張的是後面那段 這讓我想起了 其實同性戀造成地球暖化 還真的是有據可考 明太野史中就以婦女以先弱為美的觀點 以唐明皇寵姓肥婆楊貴妃造成聖堂的轉摔 武則天女居南衛結果雍州長了座山 後來取而代之導致大唐滅亡 進會帝甲南風時天下木雞混穿 男不穿方頭木雞女不穿圓頭木雞 最終導致八王之亂而襲盡滅亡 在以墨西穿男裝配件鑽寵王下 用來影射萬貴妃 又肥又醜又穿男裝得盛寵 而且還操控環境讓不見地區長了一座山 事實都指向她就是國制僵王的妖女啊 萬貴妃是否真的是殘害皇寺的大監妃一不可靠 我們就讓那個她存在藝術的禮遇吧 她基本上守候了憲宗的一生 自憲宗還是幼兒開始直到死亡那年 給予她母愛以及妻子的愛 卻因為政治無法給予她該有的名分 甚至被後世抹黑將她描寫得萬惡不赦 實際上對於愛情 她卻是比旁人付出了萬倍的堅真 我是用大家能明白 不要因為有爭議的言論 而給予個人或整個議題貼標籤 這兩年來 國內外的許多對家偶 有爺孫戀母子戀 勇敢地將自己的戀情攻注於世 卻換來了不少的輿論壓力 這難免對於當事人 有些苛責及偏頗 畢竟除了當事人以外 我們並不知道其背景故事 我只能說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 無論同性戀 爺孫戀 老少戀 母子戀 只要是真愛 我們都閉上嘴 Don't judge 給予他們最大的 最誠摯的祝福吧 By the way 其實我覺得 明憲宗與萬禎兒的情緣 比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 來得耐人尋味太多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加分享 我是達達Zemriel 我們下次見